因为要尽量让它稀薄一点 稀薄 因为我们那时候举例就是说举例那个液体 看气体到底有什么差吗 液体它也可以跟随着形状 跟随着容器的形状而改变形状 但是它不能压缩 液体它不太能压缩 气体可以 为什么呢 因为它们粒子之间有比较大的空隙 液体是你用粒子的观点来说 就是那些分子还是靠得很近 可是如果是气体的话就离很远的 那离很远的时候你压缩它 它们只是稍微靠近一点 就还有很多空间可以让它们靠近 所以就是说你的粒子如果距离比较远的话 就会比较像气体 那距离越远就越像气体 所以越稀薄的话就越像气体 那怎么样让它非常的像气体 做一个秤值的气体 那就是高温低压 对不对 高温低压 然后我们就有说有几个假设 理想气体的假设 第一个就是树木非常的多 然后但是又非常的稀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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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粒子的数目是指这个粒子的数目 然后第二个是除了弹性碰撞以外 就没有别的作用力了 就是说像各位前阵子学的什么凡德瓦利啦 轻件啊那些就是属于弹性碰撞以外的作用力 像水分子之间会有粘在一起的现象 然后靠太近又会想要分离 那这些就是它想要粘在一起的那种是粒子之间的作用力 那我们先忽略这些作用力 我们物理就是常常会把复杂的东西先简化 然后简化以后先找出它的主轴 然后再慢慢的往旁边去做分支 所以我们先忽略掉其他的交互作用 只有弹性碰撞而已 意思就是说没有胃 只有思考律动 那第三个是 第三个是 粒子的运动呢 它是各项同性 各个方向的机会都均等 就是它一大堆在那边跑来跑去 撞来撞去的 它一颗粒子 它往XYZ 它走的几率呢 是一样多的 它并没有特别喜欢 走X或走Y或走Z 就是它往四面八方动的几率一样 这叫做各相同性 各个方向都相同的性质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用 要用牛顿的力学来解释压力 来解释压力 我们前面有花一些时间 跟各位说明 为什么要学这个 气体的动力论 是因为我们其实不知道 这个物质世界 是不是真的由粒子所组成 在道尔吞提出原子说以后 那我们用原子说的这种框架 模型去描述化学现象 化学反应 是很好用的 但是你没有真的看过原子或分子 你还是没有办法确定说 我们这些物质 都是由最小粒子所组成的 只不过是化学反应 它可以用这种方式来解释 但你也可以用别的方式解释 只是这个方式比较好 它不一定说 它真的就是那些小粒子 所以我们会需要更多的证据 去支持说到底我们的世界 是不是由这些微小的粒子 所组成的 那其中一个证据就是 我们用粒子的碰撞 粒子去撞墙 来描述压力 那如果可以成功地描述压力 那就代表说我们像 证明这个粒子的存在 更进一步 但其实后来我想一想 其实我们在高中阶段 还没有办法证实 只能大概说个大概而已 因为真的要证实 就是爱因斯坦的布朗运动 爱因斯坦解释布朗运动 在高一的课本有 也许那个学策的 科学发展史会提到 那爱因斯坦他成功地计算出 布朗运动的移动轨迹 花粉的碎片的移动轨迹 那爱因斯坦的使用的假设 就跟我们的气体运动 差不多 只不过是把气体 变成水分子的碰撞而已 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要介绍的 就是怎么用气体的碰撞 气体把它看成粒子 然后去碰撞这个墙壁 然后造成压力 这样子 然后在以后以后 慢慢的才有 用这一套理论 爱因斯坦他就可以去解释 布朗运动 那进一步的证实 布朗运动真的是因为粒子的碰撞而来 那间接的证实说 水 的确是由很多的粒子所组成 那我们第一步就是 我们要解释这个压力 然后用粒子运动的观点来解释 所以我们这里就画一个容器 画一个容器 这个容器也许让它长这样子好 好这样子 那容器里面呢 就有一些气体 的粒子 我们把它看成是粒子 然后它突然就 有一颗粽就过来 再反弹 有一颗粽过来 再反弹 那撞到这个墙壁的时候 就会对墙壁失利 那我们先说 这是一号粒子 一号 粒子 撞墙 撞壁 一号粒子 撞壁 粒子 那我们放大来看 放大来看就是 这是一号粒子 然后它有一个速度 它有一个速度 速度化大一点 然后 撞壁之后反弹 那因为是弹性碰撞 是弹性碰撞 那墙壁又很重 所以碰撞完以后 速度的大小是一样 那可是我们 只需要看它的x分量哦 因为呢 它的y方向的速度其实是没有变化的 这个叫vy 投引过来 那它反弹以后 这个vy还是vy 因为你要有受到力量才会改变速度的大小 那牵直方向并没有受到力 只有水平方向有受到碰撞的力 所以其实只有水平方向的速度有改变 本来是vx 后来变成了反方向 但还是vx 那假如它的质量是m的话 它的动量变化 动量变化 粒子的动量变化 有它p1 那就会是 我们以向右为正 以向右为正 那就是原本的是正向右 但是后来的是变成负了 速度变成负 所以用后来的-mv1x 然后去减掉mv1x 所以最后会得到的是-2mv1x 这个是一号物体的动量变化 可是根据动量守恒 或者说根据作用力和反作用力 一号的动量变化 撞下去 它对墙壁失利 那墙壁对一号也会失利 才会造成它的动量变化 那其实墙壁的动量变化 也跟它大小一样 方向相反 所以墙壁的 自动量变化 或是说所受冲量 所受的冲量呢 也是 也是 也是跟它一样大 但是是负号 那把这个加上负号 就会是2mv1x 这样子 这里其实要回忆到1-2 你要回忆1-2 如果你不记得什么是叫冲量的话 你要回去看1-2 我其实都有留下录影 所以你们都可以回去复习 那总之你要回忆的就是 平均力呢 就是动量的变化 对时间做平均 这样子 那我们想要算的是压力 那压力是要先算力 然后再算面积 压力是力除以面积 单位面积受的力 叫做压力 那所以我们先算力 它动量的变化 除以时间就是力 所以墙壁所受的平均力呢 就会是 1号 1号对墙壁师的力 就可以写成 这一个 有点披 然后去除上时间 可是这个时间呢 是碰下去经过的时间嘛 就是它接触之后离开 接触之后离开 但是这个时间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 你不知道它钻下去离开 是花多少时间 不知道 这个是接触时间 还是同学你可以想象一下 就是 你怎么知道那个 例子去撞墙 然后弹开 它跟墙壁连在一起 都又分开的时间 那是不好算的 或是说 我们不知道 根本就不知道 它的接触时间 那我上一次 我好像有点写错 我写说 不是我们用的 其实应该要改成 不是我们要的 不是我们要的 如果你上一次 有抄的话 我上一次是写这样 不是我们用 但是这个用 就改成要了 不是我们要的 因为它不好算 因为接触时间 你不知道 你撞下去离开 可能零点几秒 可是我真的不知道 它是几秒 那我们怎么办呢 我们用的是 我们用的是 它来回的时间 就比如说 这是一号 一号 然后 它撞下去以后 反弹之后 再回去 撞下去 右边的墙壁 再反弹到 左边的墙壁 然后再反弹到 右边的墙壁 我们当作是 这样算一个周期 这样算一个周期 然后去 算这个周期的时间 再次再次 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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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用的时间其实是碰撞一次以后 然后碰撞到左边墙壁再回来的时间 就是我们所用的时间其实是 它这样碰下去 然后再过去再回来 这样的时间才是我们要的 所以这颗球它跑到过去再回来的时间 刚好就是它X方向的速度 然后去跟它的距离做运算 它的距离宽度容器 容器的宽度如果是L 距离除上时间 距离除上速度就是时间 距离除上速度就是时间 距离的话是L 速度的话你只看它X方向的 就算它是斜斜的跑 可是它X方向的速度会决定它过去回来 过去回来的速度是看X方向 就算它斜斜的跑 可是它X方向的速度就是VX VX会决定它过去回来的时间 就好像我的速度如果是斜斜的每秒5公尺 然后我是斜37度 那各位知道三角函数算起来 我如果斜斜的每秒5公尺 然后夹角37度 那我水平方向的速度就会是3 然后这个3就会决定说我在水平方向走多快 所以我们这里这个时间可以用距离除上速度 所以这边的话就是用距离除上速度 距离来回来回一次就是2L 然后这个速度就是V1X 1号的X方向的速度 那再把它替换掉 替换掉 所以这里就可以把它写成F1X 其实要写为2NV1X 再去除上2L再除以V1X 那这里呢就是V1X它在分母的分母 所以就移到分子 那这个2又可以消掉 所以最后呢 你就可以把1号对墙壁的平均力 这是1号对墙壁的平均力 是它这样转下去过去再回来 这一段时间的平均力 它就会是N乘上V1X平方 再除以L 这里其实是最难懂的 后面都还好 后面都还好 各位看看有没有疑问想要问 有点像是这样子 我们把这个纵轴呢 叫做力量轴 横轴是10克 那我们原本的丢它踢顶 是接触时间 就好像它撞下去 撞下去的时候力量会变大 再变小 然后这一段时间 就是丢它踢顶 可是这个不是我们能 不是我们要算的 因为我们也不知道 它真的撞下去 花多久时间 我们是退而求其次 去算说 它下一次撞 它撞完以后到左边 再撞一次 然后再回来 再撞右边的这一段时间 撞完以后过去 再回来 所经过的时间就相当于是 这样子这段 这段的话才是我们用的时间 那你如果是你有印象的话呢 这个力去乘上时间 力乘上时间 就是动量变化 然后你可以把它看成高 然后就是面积 所以这一块面积呢 这一块面积呢 其实就是动量变化 那我们所算的力 并不是这个撞下去的 这个 这个最大的力 而是把这个动量变化 除上这么大 除上这么大 那除下去以后 它的 就好像这块面积 但是你的底 你的底不是用这个Delta 70 你的底是用这个 那你的面积一样 然后底比较长的话 高就会比较矮 那实际上我们算的是这一个 是不是算平均力 这是长时间的平均 那这是短时间的 但是我们短时间的平均力 不知道怎么算 所以我们先算长时间的 那他一定有同学会觉得 这样算很奇怪 一定有同学会觉得这样算很奇怪 就是他明明就是 接触时间 那你为什么他没有接触 你还要继续算 他的时间 有没有人觉得很奇怪 没有人听 那只能先接受 只能先接受说 他就是这样算 其实他 更深层的意义是说 他并不是只有一颗在撞 他并不是只有一颗在撞 他其实是很多颗 一直连续的 轮流去撞 那所以才会用这个时间 那我们先接受他 以后有机会 我们再慢慢讲 好 所以呢 平均力就是这样子 这是第一步 那接下来第二步是 我们把它 算成很多颗粒子 因为我们刚刚只看一号 现在我们要看 很多颗 把二号三号到 恩号都加进来 他的贡献 都加进来 对 他总共有几个 几个步骤啦 第一个就是 只看一号的 这是第一个步骤 然后再来是 第二个就是 考虑到 N颗 那事实上你这个墙壁呢 他受到的力不是只有1号对他的力 其实是1号2号3号4号5号6号7号到N号的力 所以事实上呢 力要全部加起来 就F1X加F2X加加加加加加加的 然后每一个例子呢 都用这样子去处理它 所以F1X是长这样 F2X的话也是一样 也是一样是 只是把这个V1X加V2X而已 这样子 那你给它加加加加加加加 最后就会可以把N和L提出 然后这边剩下V1X平方加V2X平方加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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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子 然后总共有N个 总共有N个 然后这里也是总共有N项 那接下来呢 我们会用一个平均来代表它 就是把这个全部加起来之后除以N 然后用一个平均来代表 就是把这一项全部加起来的N个嘛 所以V1X平方加V2X平方加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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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到VNX平方 然后除以N 这样好像给它做一个平均的感觉 然后用一个平均值来代表 就叫做VX平方平均 平方平均就是平方又平均 那这个符号是不是就平均的意思 所以你就可以把上面这里 就可以写成 就会等于N乘上VX平方平均 然后底下还是L 那右边就会是全部合起来了 全部1加2加3加4全部的共线合起来了 那就是直接写FX就好 然后接下来呢再把面积除下去 因为我们得到压力了 我们总算我们得到力了 总算是把合力求出来 把每一颗撞下去在这段时间里面 在这段时间它这样过来过去的时间内 每一颗都撞下去 那合力是这样 力除上面积就是压力 所以我们再给它同处以面积 所以这个压力 它就会是力 除以面积 它这个面积 我们刚刚擦掉的那个正方体 它的面积呢 墙壁的面积就是L 边长的平方 所以是把这个东西呢 这个压力除上面 力除上面积就除上L平方 所以把它除上L平方 所以就会变成是 NVX平方 再平均 然后再除以L三次方 可是L三次方就是体积了 L三次方就是体积 这样子 所以最后你就可以得到 P把体积乘过来 压力乘体积 就会等于N 乘上VX平方平均 VX平方平均 那这里就要再考虑到 一开始我们有一个假设 叫做各项同性 各项同性就是 每一个方向的可能性都一样 那所以呢 这个X会跟Y的情况一样 跟Z的情况一样 所以你可以把速度 最后的速度呢 是看成 VX平方 加VY VX平方平均 然后加VY 平方平均 然后再加VZ 平方平均 这个有点像三维空间的 必试定理啊 你如果不看最后一项 如果不看最后一项 是不是很像必试定理吧 这两个合成 变成真正的速度 对不对 真正的速度其实是斜的 但我们刚刚一直都在讨论 只有X的 然后现在加入Y 它实际上还有Z 那所以三个全部加起来 平方之后加起来 才是最后的速度 因为各项同性 各项同性 各项同性 所以它们各占三分之一 还是都在讨论 对不对 再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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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項同性 所以呢 Vx的平方的平均 就会等于 Vy平方的平均 就会等于 Vz平方的平均 就有点像是说 今天呢 如果各項同性 我们把它叫做 各班同性 各班都一样 那各班都一样 就是说我们每一个班级的程度都一样 那这个班上的平均分数 就是平均分数 就会等于另外一个班的平均分数 就会等于另外一个班的平均分数 可是呢 班级里面每个人的分数不一定一样 班级里面每个人的分数不一定一样 但是 平均一样 平均一样 这里有的时候考试就很喜欢考 那是不是 每一个例子的X分量 Y分量 Z分量都一样的 你仔细去想一下 就知道不可能 因为你每一个例子 怎么可能 你一颗例子的那个 X方向 Y方向 Z分量 速度都一样 然后 他也会问你说 那一号例子 二号例子的 速度 分量 是不是都一样呢 那也不一定嘛 因为 比如说同学可能有的人是国文考比较高 有的人数学考比较高 有的人是化学考比较高 可是总之就是各项同性就是 我们把它想象成各班同性 各班的程度都一样 那就是整班平均会一样 但是 个别可能不一样 那既然他们三个一样 三分三个都相同的话 而且呢 就是等于是 一二三 然后这个是三 其中一个是三分之一 所以就可以把它写成三分之 V平方 这样子 那我们就把这边换掉 换成三分之 一 N V平方 平均 几乎是到最后一步了 这里 可以换成动能 V平方 跟动能 差什么 V平方跟动能 差一个 一个数字 各位知道什么数字吗 有没有同学要语音讲一下 因为时间 时间有限 对 就二分之一 非常好 所以这边其实 你可以把它看成是 动能的两倍 可是这个不是说 每一颗粒子的动能 不是每一颗的 是平均的 我们刚刚到现在 到这边都是N项 然后N项做平均 所以它叫做平均动能 不是说每一颗的 动能都一样 就好像每一个班级 你不会说每个人的分数都一样 但是你平均 可能你平均就是 你们班的平均 跟隔壁班平均 跟隔壁班平均是一样 可是班级里面 每个人分数不一样 所以这里可以看成两倍的平均动能 所以最后最后就是把PV 然后把这个NV 然后V平方平均 把它这个换成两倍的平均动能 因为动能就二分之一嘛 所以如果你只有N 二分之一NV平方 只剩下NV平方 那就是动能K要两倍 所以最后得到 PV就会等于三分之二 然后 我发现我发现我这里有写错 就是这里有一个N 这里有一个N 所以呢 我们这边应该要再乘以一个N 对不对 你把这个全部代换掉 应该只有上面这一部分 这里全部代换掉 应该只有上面这部分 它这是平均值 所以你要把它乘过去 所以这里少一个N 抱歉我们把这个介绍了 N乘上N乘上V1X 平方平均 然后这里的话就是 三分之N这样子 所以最后应该是三分之二 然后N乘上动能 而且是平均动能 这样子 好 那这个呢 就是我们把PV 既然P乘上V 就会等于三分之二的平均动能 这个平均动能 就是你会用 就是算粒子的动能这样子 那就由这个等次呢 我们就可以把压力和体积 然后跟我们一颗一颗的粒子的平均动能 做联系 好 那我知道其实今天讲的有点赶 然后也没有等各位理解 那建议各位再去看录影 那我们先把这个记起来 然后明天再从这个式子继续 如果还没有留言 在讯息栏的 赶快留言 可以下课了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